《安德烈》 我談不上 filled out 玟 unlimited 我也在你 你想清楚了 我如果沒有想清楚 就不會來找你 我就不明白 你们的主意 真的比生命重要 这个你不会明白 而且 你永远都不可能明白 如果不是你 事情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 四弟也不会死 三弟也不会被抓 所以我欠下的债 我得自己来还 卫国来了 卫国呀 这一次你剿匪有功啊 上面已经发话了 要嘉奖你 老师也感到很欣慰啊 先生 这是什么 王爷已经坦白自首 他就是安德烈 怎么又出来一个安德烈 但是江流是无辜的 无辜 坐 你是说 江流是无辜的 不 他不能算是无辜的 他虽然不是安德烈 但他跟赤化分子有染 罪责难逃 不 走 李三 你怎么进来了 应该进来人是我 不是你 什么不离开北平 我走了你怎么办 老三 他们没有证据杀我的 你不一样 老三 你太搞估今日的民国政府了 在山寨 你又不是没亲眼见过他们的所作所为 他们想杀人 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轻松 需要理由吗 老三 听我的 别再固执了 魏国已经答应我放你出去 从南洋到北京 这么多年 完全马后任劳任悦 没有功劳也苦劳 先生 就算你给我个面子 放我三弟一条生物 看来这个江流你是非饱不可了 对 看来这个江流你是非饱不可了 我说你会想不想尽 看来这个江流是非饱不可了 我说你会想不想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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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赶快点 三 lado 我有罪吗 你死了不要紧 碗玉怎么办 这用不着你管 二弟进来是换你出去的 我好容易说服了许长 你怎么还那么固执啊 看来魏先生 真的是忘了当初 怎么教导我们了 我提醒你一下 你说过 搞革命 要肝胆昆仑 要不顾头颅热血 你忘了 你忘了 过去了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民国 这是什么民国 把百姓当瞎子 当哑巴 暗无天日草菅人命 这样的民国 早就该割他的命了 我这几天每天都在做梦 梦到的都是四弟 还有那些被你们残杀的亡魂 我很后悔 后悔当初没有勇气跟你决裂 后悔没能像二哥一样 做一个真正的革命人 就不离心心 felaines 为什么要不干吗 在我这边 我只能让他 这个助手 公民 是 林阳 事情要怎么会 你咱们 你咱们 我只能令你 你咱们 我一直都和你 魂噩噩 执迷不悟的交代 你这又是何苦呢 老四一抹而死 我不想眼睁睁地在看着你 又因为我白白地去送死 我不是因为你 我是为了我自己 你 想想这些年你和老四 都做了你们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呢 与其苟活于世 不如死得轰轰烈烈 要不然就真像李先生说的那样 虽生有死 这倒入了他们的心愿 李先生 是厉害没吗 你见到他了 你见到他了 见到他了 他在哪儿 就在这儿 他最后就躺在这张冰凉的席子上 你什么意思 先生已经走了 你说什么 就算你进来的前一天夜里 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 李先生 把我当成了北洋政府的密坦 他还对你说什么 他说他看过我的文章 看过我的新生时报 还有 他让我坚持 坚持地等下去 等到中国新生的那一天 就这些 他跟我提到了阿翔 说阿翔是他的远方外伤 外伤 他还说 阿翔近些日子喜欢上了写诗 就是墙上那首诗 那首诗是李先生亲手为阿翔改的 李先生离走之前 你再叮嘱我 要把这首诗 转述给阿翔 张小姐 是 少爷让我交给你 少爷交代过 说一定等到离开北京之后 再把她交给你 别了 爸 我的爱人 这封信我久久无法落 我知道 这对你是何等的杂务 当你打开它的时候 我已深陷解放 这次的灵 也许就是绝命 别了 我的爱人 我现在知道 离别的围统是何等的无可 远远胜于父子的爱徒 但拥有了你的挚爱 这一切 有何从未绝 你能不能够 别了 我的爱人 不要悲伤 我为你祝福 为你高兴 火车 载着你奔向光明 奔向了我们的理想 你真能够 每个月都能够 你也真能够 练习 您是你 你看 哦 我叫你 今生能与你相遇 相知相爱 不如来世一趟 若有来生 我们一定生活在一个 充满阳光的地方 生生世世 容不知悉 别了 我的爱人 二哥 二哥 出生 出生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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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长 弟兄们都忙活一整天了 那个叫王映的赤匪头目 他死活都不开口吗 我早就料到了 李大昭 李汉梅哪个张了嘴 这些个赤党 个个都是钢筋铁骨 天神下凡呢 还有 还有就是叫江流那小子 就是不领咱们卫司长的情 赖在咱们那个牢房里 就是不走了 是吗 可不是 我倒是听说 有赖在窑子里不走的 没见过还有喜欢蹲大牢的 真是奇了怪 既然是这样 那就成全他 为国呀 为国 本来我还想做一个顺水人情 这下的好人 这下的好人 又来 我们这下只有尴尬 这下的好人 没事的 特小姐 你们共产党 都不怕死是吗 我们也是人 大人怕死了 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 就是要让 生活在苦难中的百姓 人人过得幸福 快乐 平等和有尊严 为了这个理想 在今日之中国 不留需牺牲 是很难实现的 可如果我们的死 能让天下 千千万万的人 获得明日之幸福 又有什么 值得我们畏惧的呢 你和李先生一样 只可惜 李先生牺牲在这里 你是因为他进来的 为了李先生 对吧 你信不过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告诉我 我说的对不对 对 你不停地打听李先生 跟我说了些什么 告诉我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消息 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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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你们两个 用性命去换 革命的未来 你知道吗 一场真正的革命 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我们的队伍已经攻占了南长城 我们所有的忍耐 屈辱和等待 都是为了这一点 都是为了这一点 有没有 可以 咱们一起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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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阁 如果那笔货 能够松荣弹发 我们的队伍 就会多几百条枪 几千发子弹 我们的战友 也会少牺牲一些 而我们的革命 也会多一份成功的把握 就说只有李先生知道这批货藏在哪儿 我没想到 我进来以后李先生去 先生 请问天字们我怎么做 你要到皇孙还是鲨鱼招 阿翔也是共产党 对 老三 我代表我们的党 感谢你 你为我们立了一大功 你后面打算怎么办 你怎么把消息送出去 你 你输去 我 对 我肯定是输不去了 只有你能把这个秘密带出去 我们有时间跟你解释太多 阿翔已经早了 你要按照李先生给你的地址 找到接到的人 把秘密告诉他们 你愿意帮我吗 你也想加入共产党啊 你是怎么加入共产党的 怎么 你也想加入共产党啊 我想面对面的 去感受你你的心啊 好 好 那我就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 需要做个练书吗 是吗 我呀 可能就营了 你真的化了个练书吗 一个精神 我正在悉上 就我对你 我最后才就是 您并不着急的 或许 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今天要见你 不是想听你跟我说这些 那说什么 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什么事 放了三弟 叫他和宛玉 一起护到南方 远离着是非之地 可是他不肯 三弟的脾气 你也不是不了解 我劝过他 他已经答应了 毕竟 他放不下宛玉 那你呢 你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 我倒想问问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真的没想明白 你们的主意 难道有那么大的魔力 会是你们这些人 什么都不管不顾 我相信 只有共产党 才可以救中国 我还相信 要想推翻你们的暴力强权 只有一个办法 同样用暴力 用革命的暴力 你 起来 既寒交迫的奴 你 起来 全世界受苦力了 全世界受苦力了 顽强 滴热血已经飞 你 疼 要为真 你而道 生 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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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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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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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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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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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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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